各位打開了這個軟體之後 第一件事情先從左上角這邊 你從這邊 那我們先把一些可以用的飯本 一些工具先把它叫進來 那你就從左手邊這裡有一探訊 就是擴充工具 然後你把它點一下 我們剛剛講的其實Mobile軟是不是免費的 那它哪裡有收錢的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些要花錢的 對不對 也就是說其實現在 不管你是Google的協助平台 或是Mobile軟 你都有一個特點 有沒有看到就是 網站建置好像變 技術門檻降低非常多 那它提供方便工具 最後就是我們要去怎麼樣 回到正常的 怎麼樣去規劃你網站內容 對不對 我們學工具是不得已的嘛 還是你覺得學office 覺得World很好玩 沒有 你是因為要打報告才要學它對不對 好 那哪裡有免費的你往下走往下走 有加號的就是免費的好嗎 有沒有看到免費的 所以剛剛有同學不是說 可不可以有社群的那一種有沒有 回應的啊 你可以把你的社群的加進來 另外呢 這個跟歐盟有關係 你們有沒有發現前一段時間 還有現在去一些歐洲的網站 都會告訴你說有什麼cookie啊 要不要允許cookie啊 就是跟歐盟的那個設定有關係 你也可以加進來 那另外剛剛不是有同學在問到流量分析嗎 這裡也有 是不是都可以加進來 這樣就比較簡化你就少了那些 那另外一個IG有需要的也可以從這邊加進來 還有一個如果你真的不想用簡體版的 自己翻成中文 正體中文 你可以有自己的翻譯檔 這樣了解 所以這幾個呢 你可以加進來 另外呢 它有幾個是免費的範本 有付費的當然就不用 你有沒有發現這有Mobivy 3 你就可以加一下 按一下 那它就從網站上加下來 另外右上角這次也有 有幾個免費的 那這個也有 那麼 好的 這樣已經有了 然後呢 我把這個也加進來 所以你有加入了之後 它就變垃圾桶 那用這個軟體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現在呢 像這個我重新整理一下 就是更新一下 因為呢現在Google在推另外一個網站建置的標準 各位不要忘記了 你現在在學習的 是不是建置網站 那 Google呢 希望說以後網站能夠符合AMP這種標準 那你一定 開始頭大的什麼是AMP對不對 管它的 反正你就按一下就有了 哈哈哈哈 你就不用管那麼多啦 就是技術層面的部分 你就只要這樣加一下就好了 當然它有一些 像這個有沒有 APV的AMP 這裡AMP 它有一些負費的範例就有這個比較多 所以你可以先加這幾個免費的進來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它就在我們的裡面了 OK嗎 那你好了之後呢 你離開它 它整個軟體會重新載入一次 會重新載入一次 這樣就好了 有沒有又開始要問你了 好 那我就還給各位囉 所以我們先利用這個方式 先把環境再設定一下 看你有需要哪些功能 先把它叫進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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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